昨天我们报导过 长沙环沿舟邨有不少住户 因为野甲身上依附住的细菌 以及琴满这只寄生虫 而弄得差点命都没了 死过翻生 住在这条村的住户都人人自危 人心惶惶 怕自己随时中招 不知怎样好 可以见到野甲背后隐藏的危机 叫人逢不升防 见到屋邨范围内 将贴了很多禁止位置野生白甲的通告 我们见到一些栏杆都绑上锁带 还有地上都有刺的胶尖 全部都拿来阻止白甲的聚集 但这种方法又是否真的有效 我们看到仍然有不少野甲停留在栏杆上 一只不够还整排站在那里 也有野甲在地毯上走来走去 而街边的野甲 在马路中间四围走 数量比人更多 究竟为何这里有这么多野甲 是不是有人围夹 我们收到报料说事件 已似与附近的报纸档有关 连日来我们在报纸档附近进行视察 发现当主婆婆时不时会跟街坊聊天 期间突然见到有个拉着隔车的女人 走到婆婆身边 接着在车子里拿出两大袋的面包 给了婆婆之后就转身离开了 我们尝试跟着给婆婆的姐姐 来到附近一间雜货店门口 她跟我们说 婆婆这个人很好心的 她拿了车子给她 她养了十只狗 她很善心 她的十只狗是哪里 就是流浪 在镇 另一天在现场观察 看到有位伯伯走过的时候 很顺手地递了盒饭给婆婆 接着跟她谈了几句后就走了 而婆婆接过饭盒后 没有立刻打开来吃 而是鬼鬼祟祟的 洞茫茫茫茫茫茫 究竟她想做些什么呢 然后就丝丝严地走出档口 趁人不觉 突然将食物抛到送货铁车下 野鸡一见到食物就蜂蝗远去 个个怕死执书 爭线恐后不停亏吃 婆婆怕野鸡吃不饱 不够一个多钟再次喂鸡 这一次是出动闪电手 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就将饭丢在街边 结果引来大量野鸡抢吃 我们于是即场向婆婆 追问为什么要喂鸡 婆婆,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喂鸡 不知道 你平时通常有点会喂鸡 我以前喂鸡? 想啊 你喜欢喂鸡 喂鸡 我不是喜欢 是在这里出现的特意的飞过来 给鸡吃的 你通常会喂什么东西给鸡吃? 蛤? 喂鸡 鸡来就给鸡吃 哦 婆婆,你知不知道这些鸡 有时候有些菌的? 不知道 我都没有教她 我吃的 她问我拿一个给鸡 那就是因为 婆婆,你知不知道 这附近有些街坊 因为脚的裙子 扭得不舒服 我怎么知道人家 关我什么事? 嗯 全世界都有的 是有关我事吗? 明白明白 不是说关你事 就是想看看你知不知道 知道吗? 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现在黑分来了 人家拿回来给我的饭食 是 怎么样? 那你喂了?你喂了多少钱? 我什么时候说我喂了? 你说的 不是,婆婆 你之前刚刚说完你喂他们吃东西 为什么一会儿又不承认? 我又说你喂了 你浪费了 我原来在搞什么 你搞这么多东西 你还在搞这些东西? 婆婆说一说 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 别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跟你说话 正姑部门会罚钱的 如果看到你乱动楼梯 发什么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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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我吃东西发钱吗? 我吃东西 但拍摄着有传染病的那些 你真是病了 你本身有病 你记住我说的话吧 突然影响到其他居民 我吃东西 之后婆婆就不愿意和我们沟通了 但对于婆婆的行为 隔离店都说敢怒不敢言 那些婆婆是有那些餐厅 面包店供应一些面包给她 和一些厨余 她就拿进去那个冷行那里 放下 就等晚上那些白鸡吃 她就十点多出来的 就把东西拉进去 她就在那里剪一剪一剪一剪 剪一剪一剪 她又再出去就去第二轮了 因为那几年疫情 人家人都很害怕 街坊感怒不敢言 真是好心做坏事 野鸡罪灾问题越来越严重 街坊也别说不害怕 叉丁有一只白鸡在冷气 之后叉丁飞到家里面 她就在冷气, 有两只 我怕她咬我 怕, 怕她咬碎的玻璃, 刺碎 因为长年累月 也有很多白鸡在这里 然后卸衣服 这些衣服又被这些白鸡在这里 卸了便便在这里 卸衣服就很骯髒 我们洗衣服, 弄成一身都是屎 人家在这里, 弄成屎的 是 很肉酸的 我们说, 把膠刮下去 把膠刮下去 把膠刮下去, 把膠刮下去 有用吗 有时候有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 就野鸡长期盘踞屋邨事件 我们向房屋处查询 他们回复说 会加强在屋邨公共地方 巡邻及清洁 如发现, 有人在屋邨范围内 位置野鸡及弄污公共地方 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 政府早前建议 修例定名 除了规管野生动物 也应该禁止任何人位置野鸡 当局建议 提高现时有关条例 所定的最高罚则 由罚款1万元 提升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一年 希望新修订的条例 可以提高阻吓性 令大家不要再位置野鸡 不是不爱 只是不要打乱生态平衡 惹到不必要的病痛 再度掌纳 贵地宫 规管野鸡 非常受害的 Daw今日は